今天早上七點半的時候 民眾黨團的主席柯文哲 召集了八位立委 來到了黨團這邊召開會議 因為昨天呢 在早上跟下午的時候 藍綠兩黨的立法院的政府 院長的候選人也都是來到了這邊 跟民眾黨團拜會 那麼他們比較主意誰呢 剛剛稍早呢 柯文哲在會前會後 讀房的時候面對記者的提問 都是不發抑鬱的 不過呢他們是說最新的結果呢 都會在明天早上九點半的時候 開記者會來公布 那我們現在聽一下發言人怎麼說 主席跟八位立委 來做一個討論跟共識 那我相信他們 應該已經有一個初步的一個結果 那預計大概在明天的時候 大概跟大家做一個公告 其實團進團出的定義 應該說是 我們都是在會議當中 會來做討論 然後是集體共識決 所以其實我們並不排除 任何的可能性 自推人選 或是包含現在外界所猜測的 各種的一個選項 其實我們都並不排除 現在外界有很多的說法 比方說像什麼分裂的投票 或什麼的 但其實就是在這個討論過程當中 都有被討論 但是我們最後會得到一個共識 然後最後再跟大家明天做報告 好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呢 在這一次三黨不過半的情形之下呢 大家都很好奇說 民意中黨就是成為了關鍵的議席 他們呢到底會比較主義藍 還是比較主義綠呢 目前他們是說開會的時候 已經有了相關的定論 不過呢 一切呢都是不露口風的 都說要明天早上九點半的時候 才會告職外界 那麼接下來呢 二月一號的立法院長的正副院長 到底會投給誰呢 就要再稍等了